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那么包括美国 法国在内的八名国际知名学者 他们在13号发出了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公开信 呼吁中共当局能够纠正错误 无条件地释放在近期被拘押的人士 公开信表示 中共拘捕无任何违法行为的公民 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截止到15号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各国学者已经有超过50人 最近中共当局因为刑拘参与6425周年研讨会的学者 徐有瑜 律师普志强等5人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瑞典日报13号也发表了瑞典的14位汉学家 作家 还有学者的联合声明 声明中指出 徐有瑜等人的小型和平聚会 不应该被定性为是寻衅滋事 另外 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教授林木贤 远藤钱等人也发出声明 声明认为 徐有瑜等人为治愈六四事件而受创的中国社会 持续进行和平理性的讨论 希望这样一群知识人士不会因为他们出于良心和爱国心的活动 而遭受身体或是生命的危险 联署这份声明的 还有日本及东亚地区的人士160多人 那么继香港南华早报的前记者吴威 还有日本经济社重庆分社的新闻助理 新建相继被中共当局刑拘之后 广东广州的人权律师唐精灵16号也被刑事拘留 另一位广州的维权律师刘世辉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与唐精灵一同推动中国不合作运动的律师袁新庭等人 同样也被警方带走 命运未捕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引述中国维权人士刘莎莎的统计说 进入五月份之后 中国已经有数十人被当局刑拘 而抓捕行动还在继续着 15号的当天 6月4号重返天安门的标语 曾高高挂在北京理工大学团委网站上一个多小时 目前这个网站已经无法浏览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海外黑客组织反共黑客发起了这个攻击行动 希望能够唤醒中国大学生对六四的记忆 呼吁同学们6月4号重返天安门聚集 与此同时呢 中共的网管部门正在对网络活跃人士 采取限制发言的措施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进门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进门